李佳琪的双十一四面楚歌 被控有控价和二选一的嫌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佳琪作为电商直播的知名人物 在双十一前却陷入了困境 有京东采销控诉他 有控价和二选一的嫌疑 虽然品牌方没有明说 但显然是占李佳琪的 可网友却纷纷指责他是二道贩子 还有人现身说法李佳琪控价 李佳琪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才举办的李佳琪超级双十一媒体沟通会上 他并没有亲自出席 只是提前录制好了一段VCR 李佳琪在直播中表现得过于商业化 失去了原本的初心和热情 对于打压同行商家价格的指责 李佳琪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有人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的二道贩子 他只是在价格上做出了妥协 以便更好的推广产品 而在今年双十一预售首日 李佳琪直播间卖出95亿 相比去年215亿的数字倒退了一半 无论是不是二道贩子 希望各位主播在双十一期间 保持诚信公平竞争 不要让消费者成为被割的韭菜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